信用卡拿去给他刷 你真当我是傻子呢 别别别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先冷静冷静行不行啊 我问你 公司那几个值钱的镜头跑哪儿去了 是不是你偷的拿去卖了 贴补小三去了 不是 你说什么呢 公司镜头丢了 不可能啊 钥匙在我这儿呢 器材式的钥匙只有咱们两个有 哪个镜头值钱你心里最清楚 我说呢 这几天一直躲着我 我这么一联想 我全都明白了 我告诉你啊 袁帅 今儿我把话放在这儿 你要是不说清楚 咱俩就离婚 不是 我干什么了 我 什么叫离婚呢 我冤枉 你冤枉 你自己看看 别告诉我 又是陆小辈把你的信用卡偷走了 这回买的可都是女人的东西 这回真的是小辈拿走的 不是 咱吃完了赶紧回家吧啊 不是 咱吃完了赶紧回家吧啊 实在逛不动了 脚底碗都疼了 哎呦 我就奇了怪了啊 人家说这女人爱逛街是天生的 人家说这女人爱逛街是天生的 就跟那鸭子孵出来就会游泳是一个道理 怎么到你这儿变成汗鸭子了 她要是爱逛街 爱捣吃 我这也这么操心呢 阿姨 您这话说得不对了 姚兰啊 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她不爱逛街 那是因为早没认识吗 她风华正茂 那我呢 您风云有存啊 她成熟美 您有味道 洛贝 我看你夸女人这家事 就进沙场了吧 沙场啊 是经历过不少 可那些要么就是资格赛 要么就是友谊赛 要么就是邀请赛 成绩不达标 哪敢上您这奥林匹克赛来啊 有嘴滑舌 我去洗手间 你俩不许迪姑 陆小贝 你行啊你 啊 闺女红这么开心 阿姨 我和姚兰你是同源 我丑话说的钱了 以后你要敢伤我闺女 我饶不了你 阿姨 您放心 我对姚兰绝对不是一时兴起 我是认真的 那要这样的话 那我就得查查户口了 比如你什么学历毕业啊 哪学校啊 家里几口人呢 是不是读人子女啊 在哪儿工作啊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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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小子 我发现你花钱大手大脚的 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吧 花的是家里的钱 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不怕你年轻没长性 就怕你不独立没担当 懂吗 你要想不让姚兰拿你当小孩看 你就得有独当一面的事业 好吗 阿姨 我鹿小贝不是那吃软饭的小白脸 我一定努力 好 是吧 阿姨 这钱是刚才姚兰给我的 本来我想趁着今天逛街 多给她买点礼物 可是她硬要塞给我 您说她这一月也挣不了多少钱 怎点钱也不容易 要不然你先拿着 我们家人都这样 有骨气不欠别人的 她给你就拿着吧 好 小贝 你住我们家可有些日子了 好像是这房钱一直没给 对对对 这钱您拿着 就当是我的房费 外加煤气水电费了 冷小贝 冷小贝 你真是个好孩子 你真有眼力气 那这钱 您收好了 吃吧 你要是实在不信 你就给你弟弟打电话 当然了她也可能她完全她就不承认 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你总了解吧 你什么样我当然了解了 前些日子怀疑我出轨 最近又因为乔治跟我闹别扭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怎么着 想问这事报复我呀 咱们别胡思乱想 我现在给这打醒了吧 谁知道你们俩是不是提前传统好的 这是我小舅子 我出轨我跟我小舅子商量啊 我有闻 你跟他说 我接电话 我接电话 接吧 姐夫 你哪儿呢 你管我呢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又杀你姐和信用卡了 是啊 怎么了 那行 你一笔一笔地干嘛 你那儿呢 我问你 那儿呢 你为什么不想念那些人 我可能不想念那儿 我可能要不想念那儿 她也没想念呢 我说她是他 我能不能说 我闹她 我想念那儿 你什么事 我开始了 我一定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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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